吳路廣仲遭到了一輛公車的追撞 因為他的右腳被公車輾過 造成嚴重骨折 在住院的時候 決定重新拾起吉他開始自學 被當時的評審評為 被公車輾過的音樂鬼才 相信大家對 《超級星光大道》這個節目 並不陌生吧 現時有許多知名的歌手和演員 都是來自此地 尤其是在第一屆舉辦的時候 更是造成一陣熱潮 有三戰成名的 老蕭蕭敬騰 還有第一名的丁又嘉 都是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巨星 而這兩人也在發行第一張專輯之後 同時角逐第二十屆金曲獎的最佳星人 也是當時非常被看好的兩位得獎者 但誰也沒想到最終竟然是 有一位頂著香菇頭 拿著一把Baby Taylor大男孩 魯廣仲奪下十獎 可說是當界的最大黑馬 在幾年後 他更是透過出色演技 得到了第五三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的肯定 在今年則是靠著歌曲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得到了金馬獎 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殊榮 讓他成為台灣第七位 奪得三金的得獎者 而在他音樂中 你能感受到不同於其他人的特質 不像是典型的搖滾樂手班 會透過沉重的批判 來宣洩對於世界的憤怒 他則以幽默的口吻 來發揮他對於社會的窺探 就像是你我身邊 常出現的開心果斑 他會大聲的跟你說早安 提醒你一定要吃早餐 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最平凡的人 卻有著不平凡的人生 所以今天就讓我來用小隊長 盧廣仲的故事和音樂 來替大家認識這位 非常不一樣的吉他英雄吧 盧廣仲於1985年出生在台南大甲村 不同於都市裡快速的節奏 這裡大多數的人都是以物能為生 小時候家裡附近甚至連柏油路都沒有 一眼望去都是滿滿的稻田 而他也生長在一個大家庭之中 不只爸爸媽媽也和阿公阿嬤 以及叔叔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在這樣的環境下 培養出他與眾不同的觀察力 而他最早接觸到音樂 則是在幼稚園中班的時候 他被喜歡聽音樂的媽媽送去學鋼琴 但對鋼琴沒有太大興趣的 他學了四年就放棄了 只他的母親還是成為他啟蒙音樂的角色 雖然不喜歡彈琴 但他總是會拿出母親收藏的唱片播放 也很愛聽流行歌買CD 而說他盧廣仲除了音樂外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無時無刻所展現出的幽默感 只是這份幽默感卻不是與生俱來 背後齊齊唱著一段辛酸的故事 在國小的時候雖然成績很好 但卻不太會交朋友 之後甚至還遭到同學的霸凌 而不想讓家人擔心的他 也選擇自己忍受 這時候他天天都不想要上學 因為不知道今天又會遭受到怎樣的對待 直到他後來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比起哭著等待別人來拯救 用笑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似乎更有效 他開始學會搞笑 成為了班上的開心過 也漸漸融入在班級之中 在高中時期 盧廣仲念的是一間有名的勢力高中 迫於升學壓力 並沒有太多的休閒時間 每天就是埋頭苦毒 雖然那時候就已經有接觸到吉他 但卻沒有過於深入 始終只會簡單的四大和弦 他也如同這個年紀的許多人一樣 對於未來沒有太過明確的規劃 在高中畢業後只是順應著社會觀念 選擇一個自己都不知道裡面 在學什麼的電機系 但他也馬上遇上了人生第一個轉捩點 2003年10月的一個晚上 當時騎著機車出門買宵夜的 盧廣仲遭到了一輛公車的追撞 雖然沒有性命的危險 但他的右腳被公車輾過 造成嚴重骨折 也因此住間1月很長一段時間 好笑的事情是被推進病房的時候 盧廣仲最關心的 還是剛開學的籃球新生杯 他問到護理師接下來這樣能不能打球 想當然的沒有人理他 在住院的時候因為太過無聊 他決定重新拾起吉他開始自學 而他的老師就是你我都熟悉的YouTube 他會搜尋一些他喜歡的吉他手 看著他們的演出學習之法 在養傷的這段時間 他的吉他實力得到突飛猛進的成長 也為他日後的發展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在幾個月腳傷痴好後他回到了許久不見的校園 然而因為缺客太多 他逐漸跟不上學業的腳步 到了上學期也迎來了第一次二一 為了不要被雙二一遭到退學 他選擇休學一學期 隨後轉到了西班牙語文學系 當然他並沒有要以西班牙語為生 他的大學生涯更是花了整整七年才結束 只是從車禍後回來的他 已經有對未來明確的藍圖 剛剛除了提到自學吉他外 多廣之後也在大學加入到了吉他社 在這邊他認識到許多地下音樂人 也逐漸踏入這個圈子 之後也參加了許多創作比賽 不僅拿下政大精選獎的最佳人器與創作冠軍 也在淡江大學的金嫂獎中 以智創舉吉米寶貝奪下獨唱組冠軍 最佳編曲獎和最佳創作獎 也被當時的評審中成虎評為 被公車輾過的音樂鬼才 並簽進他剛成立的公司天翼音樂 有趣的事情是剛被簽下時 盧廣中的家人還以為他被騙 直到辦了他的首場演唱會後才發現 原來他真的是在認真做音樂 而作為獨立音樂廠牌天翼 對於盧廣中有一套特別的規劃 剛被簽下了他並沒有馬上投身到 第一張專輯的製作 而是決定生根地下 累積他的知名度和創作能量 在全台灣各地舉辦了 超過一般場的小型演唱會 這段期間發行的三張EP 這邊則是推薦給大家首張一批 以桃淵明為名的淵明 一把吉他加上純淨的聲音 如同一陣微風吹拂著寧我的內心 不管是現在還是這首 將近14年前的一首歌 不難看出盧廣中始終保持他一貫純粹的風格 他的歌曲有時候有歡笑 有時候也會讓人反思 如同這首原民想要傳達出的處聖精神般 不用在那些不愉快的事物上太過執著 你的世界由你自己做主 也在經歷這兩年無數的尋規後 讓盧廣中脫胎換骨 有著豐富的舞台經驗和不同以往的眼界 而他還把這些不同的經歷都發揮在他的第一張專輯 也就是2008年的一百種生活中 不僅如此 在各地所累積的人氣也在這時候爆發開來 馬上奪下各大音樂榜單榜首 當時正值大學生的如廣中 更把許多校園元素融合在這張專輯之中 像是《寂寞考》《校園美女2008》等 也就是這種平音技能且有趣的風格 馬上掀起了一陣熱潮 那如果要在這之中選出最能代表他的一首歌 我想可能他本人也會選這首 《早安》《陳之美》當作代表 說到盧廣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特徵就是 不同於其他日夜顛倒的明星 來自香港的他有規律的作息時間 而且每天一定要吃早餐 他說到吃完早餐後 才是他整天效率最高的時候 《早安》《陳之美》這首歌的靈感 也正是因為他看到他的朋友每天作息都不正常 為了要讓他感受到早餐的美好才寫下的 雖然他的朋友最終還是沒聽見 只是意外的捧紅《淡江旁》的早餐電影 也算是達成他想要讓人去吃早餐的目的 連他本人都說他可能再也寫不出這麼好的歌 而我相信聽到這首歌 肯定有很多人會聯想到 老實歌手《熱狗》和《淡寶》 在2012年所發行的單曲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當時《熱狗》這首歌一出馬上引起了一陣熱烈討論 不少人認為這兩人是不是之間有衝突 還因此上了新聞 而對於這件事 盧廣中本人則回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理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原本人都沒有太過在意 各位也不用太偏激的去批評 有時候這種無傷大搖的舉動反倒能為創作帶來不同的火花 何嘗又不是一件好事呢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大家是屬於早餐派 還是不吃早餐派呢 回到100種生活專輯上 可以說是席卷的第二十屆金曲獎 入圍了五項大獎 最終奪下了最佳新人 以及最佳作曲演講 以獨特之之地退了當時無數亮眼星星 而在領獎時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早餐這件事 告訴每個跟他一起入圍的人 每個人都是最佳新人 還有明天的早餐 他請客 這樣的態度真的讓人根本討厭不起來 同年他愛於台北TICC 舉辦了他的人生第一場 大型個人送票演唱會 門票瞬間秒殺 也成了這波熱潮 在隔年馬上推出了他第二張專輯 期間 這張專輯裡除了有收入 我剛剛所提及的那首吉米寶貝外 我更想推薦給大家這首 《最寂寞的時候》 小推塔的歌曲 總是能發現許多完全不同的面貌 雖然他總帶給人歡樂的形象 但在詮釋抒情歌的方面 他可不屬於任何人 相信在他這幾年發行的那些知名作品 就能讓人感受他完全不同的兩面性 如果喜歡小隊長抒情歌的你 絕對不能錯過這首 《最寂寞的時候》 在2010年時 盧廣中的首次登上了台北小巨蛋 舉辦了Good Morning and Good Evening演唱會 如同其名 這次的演唱會採用了非常特別的形式 從早上10點開始到晚上10點結束 終於還會讓大家休息看一場小電影 如此大膽的企劃以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我相信也只有天意出身的盧廣中能做到 接下來2011年則是發行了他的第三張專輯 曼這一次徹徹底底的說明他的生活哲學 在他以100種生活壞術總和人的同時 他的生活依舊如同以往 早睡早起每天一定要練吉他 當然一定要加上他最喜歡的早餐 融著他專輯的歌曲 就像白痴一樣說到 我就像白痴一樣展開英雄般的冒險一般 小隊長就是一個最平凡的傳奇代表 雖然說到現在看來盧廣中的音樂錄好像一防風順 但其實他也曾經面臨一陣低潮期 在2012年發行完第四張專輯 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後 盧廣中展開了長達11個月的替代衣生涯 回歸後的他雖然馬上出了一首大人鐘 宣告他的成長及回歸 也取得到不錯的成績 但這段期間他的創作不斷撞牆 寫不出自己滿意的歌曲 同時從小陪伴著他的外公 此時身體也出現了一些狀況 這讓他的身心靈都面臨到巨大的打擊 這時候他想起他阿公對他說過一個故事 他阿公曾經花光了所有的積蓄 來到桃園發展 沒想到最後因為意外 連一毛錢都沒賺成 反倒連買車票回家鄉台南的錢都沒有 最終只好徒步從桃園回到台南 這個故事啟發了盧廣中 他決定效仿他的阿公 他拿起Google搜尋 從台北市到他家鄉附近國小的距離 看到只需要花70小時 他就決定要走了 沒想到最後他只花11天走了 43萬5000多部才完成這段旅程 但這個經歷也讓他看到了更多不同的視野 讓他克服了自己創作上的阻礙 之後也用當時GoPro記錄的畫面 集結在一起 做出了第五張專輯 What the Flow 中的歌曲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MV 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我最喜歡盧廣中的一首歌曲 在音樂中中一種魔力 能將人聚集在一起 在這首MV中更能感受到如此氛圍 在這11天的旅程中 可以看到不少畫面都有來自路人給他的鼓勵 就像我說的 他就是一個最平凡的傳奇 雖然平凡 但是可以靠著自己的行動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不平凡 這句話正好也能套用在他接下來的突破 2017年他出演了由曲佑寧導演所指導的 花甲男孩轉大人並擔任男主角 兩人是在盧廣中的演唱會相遇 當曲導看到他台上精彩的演出 認為他也能在戲劇方面發揮不錯的效果 於是向他提出邀約 而盧廣中認為這也是個不錯的經歷 於是就決定試試看 當然以歌手出身的他不免遇到許多質疑 但在之後發布的預告片中 一場超過三分鐘 全待遇以及一鏡到底的精彩表現 驚艷了每一個人 隨著這部劇的播出後 盧廣中一次一次的出身演技 征服了電視機的每個人 同時也讓他奪下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及新進演員獎 本人為這部劇所作的原生帶 也得到了相當巨大的成功 尤其劇中主題曲 Hia更是成為他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至今在YouTube累積超過7000萬的點閱 需要你陪伴我 好想要你 《花甲男孩轉大人》這部劇之後 也在2017年出了電影版劇集 當他的為電影打造主題曲 幾分之計 相信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最近則是再次受到區道邀請 為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演唱歌曲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歌曲在今年8月底上傳到YouTube 至今也累積1800多萬的點閱 同時也被許多知名歌手翻唱 包括維里安、蔡依林等可見及影響力 盧廣仲可以說是近幾年來 發展最好的一位歌手 在主流和地下音樂圈都有著很高的評價 天意更是讓他有更大的空間 去打造他自己想要的音樂 我們能發現在他音樂中 總是有一種純粹感 沒有過多的雜質 你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 他對於音樂的熱情 他不是一個典型的吉他英雄 卻能透過實際的行動 成為一個不平凡的平凡人 平凡人